今天总共哈麦朗当本土加起来是347个本土个案 73期校正 另外呢这个15人死亡 都是60岁以上 到现在为止总共是97人死亡 别忘了SARS也只有73人死亡 所以呢今天我们辣碗报主张就是这个 先给我个特写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主张的就叫这个 我们的来宾也拿起来好不好 给我疫苗别再刁难 我们的摄影师也很有感对不对 摄影师也是给我疫苗别再刁难 给我疫苗别再刁难 给我疫苗别再刁难 今天就是这八个大字 拜托我们的政府看得到 我们不要这个期货了 你不要什么八月九月几月给我六月 今天是五月三十一号 明天后天大后天 我们人民就可以开始施打 全世界都开始打 我们台湾人没有理由要拖到八月 所以拜托别再刁难 别再拖延 现在马上立刻给我们 今天我们辣碗报最重要的一个主张 还有最新的讯息呢 这个各个企业体要捐宗教团体要捐 实在是想不懂 人家要捐政府竟然说不要 全世界有这种事吗 我还真的没看过 我们台湾独步全球 是这个严峻大家好心防疫法 好事通通不可以 只有我指挥中英说了算 那么苏贞昌的现在终于拍板定案 叫机关署用最快速的审核来源 但真的会最快速吗 会不会要药肠什么的呢 我们稍后再来看 好我们紧接着先进入第一章 好看到没有 又十五人死亡 不是冰冷冷的数字 我告诉你就是十五个破碎的家庭 哭都哭不出来 可能很多家不止一个人确诊 全家都在烧 老人恐怕在医院也没有人送中 没有办法陪病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什么样的世界 我请教一下大家 我们的陈时中呢 说疫情已经趋缓 是不是太乐观呢 我们从数字上来看 没有错 是没有大幅的一个飙升 两周已经破了七千例 新增十五死 男性是九人 女性是六人 我要请署长特别谈一下 因为您最专业 最新的RT值 RTT就是加上这个时间因素 RT值1.02 之前到了15 就是一人会传15人 现在十一人传1.02 我们的指挥中心说呢 希望拼到1以下 然后从这些数字来看呢 这是校正回归之后的数字 十天已经有109死 认为疫情已趋缓 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消息呢 是真的是好的 但是有很多这个医护人员 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在第一线看到的不是如此 所以我想先请署长给大家判断一下 是不是真的已经趋缓了 首先就是医护人员 他所看到的 会主要是在重症跟死亡的部分 那那个会比较慢 那现在呢 是这个确诊的部分 确诊的部分 大家记不记得 其实阿芳问过我 他说 阿芳说 我们疫情到底控制不控制的下来 我说可以控制的下来 对不对 但是是你的防疫目标 要不要清零 但是控制一定可以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传播途径 我们减少了人的流动 它的传播速度就会缓和 但是阿芳又问我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他说那R0值是怎么样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曲线下降 我就说这个以前叫R0 是在自然的状况 他现在用一个RT 但那是类似的意思 就是一个人传个几个人 我说我们因为做甲三级 所以这个效果就没有办法把握 能不能让这个R0或RT降到1以下 你要看到这个曲线反转 你要这个传播速度 要降到1以下 就是一个人传给少于一个人 所以你的这个病例数才会往下 好了 那对照我们先前讲的 这个甲三级 它当然还是减少了一些传播 所以它的这个病例上升的速度会趋缓 那么周末跟周一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阿芳问的嘛 各位你5月22、23在干嘛呀 5月22、23 就是我们全民替政府 做了一个甲三级 我一直说甲三级的问题在于 第一个他没有停止上班 虽然他不做他又加了一个停止上课 但是没有停止上班 所以呢 大家还是迫不得已的 虽然你知道出去上班或许危险 你还是得要出去 那交通呢也没有做一些管理 可是呢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因为是假日嘛 周末嘛 所以全民呢就替政府 演练了一个甲三级 所以呢 就在礼拜天礼拜一 这样的一个效应出现了 当然实际的效果 没有像现在看到这么好 因为他后面可能还会有回归校正 但是呢这个效果出来 这验证说我们做防疫措施 会有效 防疫的强度越高 效果越好 我们民众做真三级啊 比你做甲三级要好 你如果一开始就做真三级 我们这中间还需要往死那么多人吗 就是啊 对不对 所以这政府这奇怪 我希望政府不要 又在这边很那个 就是很不专业的 看到下来就在那边沾沾自喜 抱歉 这个数字告诉你 你做得太少 你做得太慢 你早一点听了我们的意见 这个事情就早一点就发生了 太慢才发生 书长讲得多好 如果我们的政府是真三级 三级如果能够执行确实的话 也不用一直拖拖到现在啊 同理可证 有很多我们政府的作为都是这样啊 真的是让大家想不懂 再怎么讲呢 我觉得就是书长讲的那句话 防疫没有逻辑啊 你看到这个台北市联一 中校院区的医生就说呢 他认为死亡数变少 他在前线看到的 他觉得不合理 因为他说光是本院呢 有不少通报死亡还没有公布哦 什么意思 死亡病数也要校正回归哦 看起来有可能是这样 最近都在校正回归 所以不要沾沾自喜 觉得说目前的数字来看 就已经趋缓了等等 那趋缓 他说要再拼两周 请问两周就算是再趋缓 你敢解除三级吗 你看到这个国际间的例子 二波疫情来袭 三波疫情来袭 我们这第一波都还没有守好了 现在就已经 我觉得他今天公布这个讯息 不太恰当 你要你要怎样 你要人民马上就放松 已经趋缓了 你是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你应该是宁言勿松嘛 怎么一开始马上就告诉大家趋缓 这句话是要讲给蔡英文听吗 还是要讲给谁听呢 这么急到底在急什么 今天股市又开始了嘛 还是为了为了股市 有必要吗 你是经济部长吗 柯文哲人家也很内行 中央对付新冠肺炎 如果像对付我这么用心 就不会搞成这样 确实是如此 有1450这么厉害的话 对不对 对我就把1450派去防疫嘛 就是啊 这个应该是1450应该很厉害啊 对 侯友宜也说嘛 政府有没有刁难 人民心里感受最清楚 新北七十八点八万人 现在化境热区咯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新北市民 我们之前不断的讲 新北市民会觉得民进党中央 我们的民进党政府怎么对付他们 我们这里全国人口最多 我们这里全国确诊最多 但是我们的疫苗数还不如高雄 政府有没有刁难呢 另外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说 台中才1.7万 1.75万剂 15下三天就打完了 请问总统现在是怎样 现在是怎样 卢秀燕说不要再拖了啦 六月务必要全民打疫苗 吉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